大家好我是PonPon 本部影片也是南瓜先生2的第三章節進度 城北的攻略影片 我們就直接開始吧 城北這個區域的謎題不多 而且路線都還蠻明確的 只有幾個解謎需要花點時間而已 首先我們進門會先看到 小男孩的玩具飛機困在了電線上 還有這關的關卡鑰匙 以及右邊牆面的演出時間 這個演出時間要記下來 我們先進理髮店 右邊會有一個鉛筆 拿取了之後跟NPC對話 大概了解一下狀況就可以離開了 出門的第一個路口進來 會來到奶奶家 電視機旁邊的竹竿可以拿走 以及奶奶身旁的小插機也有藥單 我們這邊旁邊有看到樓梯 試圖闖入二樓之後會被奶奶阻止 所以奶奶家這邊暫時結束 之後我們下兩層樓來到了維修店 進來之後這邊門口的桌上會有膠帶 一樣拿走 那電腦桌前面會有老闆的老花眼鏡 給老闆之後老闆就表示 我活起來了 然後就繼續來做事情 維修店這邊的區域也暫時結束 最主要是要拿膠帶的部分 再來我們來到樓上餃子店的區域 老闆表示因為小孩子不乖 整天要學一些有的沒的的秘籍 加上煤氣外露 所以現在有點頭痛 我們這邊就把膠帶給老闆 解決了店內露煤氣的問題 老闆表示開心 會送我們一盤餃子當作禮物 那右下角的生薑也要記得拿 所以這邊目前有的疑點是 藥單、餃子 還有一個長髮秘籍 跟生薑 然後還有演出時間 之後我們再下兩層樓 到最下層的流浪漢的居所 流浪漢表示自己有很厲害的葵花寶典 能打通韌露二賣 交換的方式很簡單 因為他三天每吃東西了 所以把餃子給他 那我們就獲得了葵花寶典 之後來到餃子店旁邊的藥店 那首先跟老闆對話 那老闆表示可以提供抓藥的服務 我們把奶奶家的安神藥秘方給老闆 然後老闆表示這個藥鐵缺生薑 所以我們把剛剛的生薑放下去即可 那磨藥的過程中 我們再來跟左下角的藥師對話 這位藥師他表示自己有很厲害的長髮秘籍 但是需要有同等稀有的東西來做兌換 之後我們把葵花寶典給他 那獲得了如來神掌的秘籍 我完全不知道這劇情在演什麼 領完藥之後我們回到餃子店給小男孩 那小男孩表示開心興奮的就衝出門了 然後掉了一個醫公證 那我們一樣使用南瓜小偷術把它塞到口袋裡面 之後回到奶奶家中 我們把藥鐵拿去右邊的火爐上蹲煮 那給奶奶喝 奶奶表示哇您真棒 然後就被我們玩家用到昏睡過去了 喝喝 再來來到二樓的房間 房間內有個筆記本 有一個殘缺的一角 那看得出來是用過就是 鉛筆的痕跡 我們這邊使用道具鉛筆 然後用南瓜恢復數來修復 就可以看到1993這個數字 之後我們前方會有個保險櫃 我們輸入即可打開 那會獲得一張機票 那其他的都不能拿去 我們再來回到禮法店 那跟禮法店的那個女NPC對話 表示自己在等待一個人 之後我們就拿來機票給她 幫助她協助斬斷情思 之後NPC會把金屬徽章給我們 算是了結了定情物這樣子 回到一開始的房廊外面 我們再把竹根給小男孩協助處理之後 我們會獲得了土鑰匙 之後我們再來到 維修店旁邊的老人中心 我們把義工證給阿伯 他就能夠通過了 進來之後我們往時鐘的方向走 我們會發現中表的齒輪壞掉了 把齒輪取下來拿去旁邊的維修店 來到維修店這邊 老闆表示因為缺口太大 需要其他的金屬零件 那我們把法郎美女給的金屬徽章拿給老闆 老闆就開始做修補 再來我們需要往右上方移動 對著訊號盒進行解密 然後進行通電開關 這邊也是一點點難而已啦 就是稍微複雜一點 炫耗衛復之後 滿足瞬間做好的齒輪了 回去稍微充足即可開啟 再調整時間為演出時間 就會立刻觸發大神要看戲的對話 便離一席的 最後我們這邊就可以看到鑰匙的掃描機 那城北的劇情就通關囉 本部影片經過了非常多的剪輯 就是希望讓大家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那希望能夠幫助到大家 那有時間依然會持續做更新 那破完南瓜先生2這款遊戲 我是PonPon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看到 Rachael